韩国有个一个五岁的小萝莉,因为长相非常可爱。 她低照片发到网上以后,就受了到了许多人的喜爱,成为了一名小网红。 她的魅力还飘到了迪拜。 一个迪拜的土豪,非常喜欢她,送给她许多的奢侈品。 最后这个小萝莉一家人都移民迪拜,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好。 整天都是豪车奢侈品相伴。 后来这个小萝莉慢慢地长大了。 她们之间也开始出现问题,因为中东习俗的问题。 小萝莉待在那边也需要遵循她们的文化,需要用黑布裹住全身。 但是她们一家人都是韩国人,很难接受这样的生活。 所以,她们又搬回了韩国。 这样一来也就离开炫富的生活。 小编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。 太过沉迷于奢侈的生活,可能会对她以后的价值观造成影响。 这种风气在网上流行也是不好的。 容易带坏年轻人。 现在的网红思想,已经让许多青少年都不想学习了。 他们都想做网红。 因为网红又能出名又能挣钱。 如果以后的青少年,都有这个想法的话。 那我们的国家将会失去多少了优秀青年。 所以现在的一些平台,不要助长一些不良的网红。 我们的国家将会失去年轻人。